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去接替他的是中国外交部的副部长邓丽来接任他 这个闲职是友好协会 我看到这个单位很有意思啊 这样一个战狼回来之后 在外国惹力一圈的麻烦回到中国之后 从事一个友好协会的会长 可见这个机构已经根本不重要了 这个机构最开始就是一个统战机构 宋青林好像是当过闯会会长 还是民主会长 后来是变成一个闲置机构 就是你到外交部升不上去了 再给你到友协区里面逮一逮 延长你的政治说明 就像中国的省委书记 部长们 你升不上去了 就到人大或者政协里面去延长五年 这样的话呢 心里面有一个治病的过程 你突然之间 昨天还是要无疑问 今天突然没有了 这些人会紧记心装病发作 所以给他们一个缓震空间 那么罗绍也会不会出现这个职务 我们现在也不知道 我们之前的会长是一个 现在的会长是一个驻南非的大使 之前的会长是刘亚洲的妇人 李小林 李小林之前是陈浩素 陈毅的儿子 一个是理性硬的女儿 一个是承认的孩子 那很显然的就是给太子党 红二代到外面去旅游 方便方面而已 根本就没有什么友好或者不友好 不过李小林当会长的时候 我们的记者曾经去见过她 采访她 她还是很友善 留下了一个很好的印象 我们不能因为刘亚洲被抓了 把李小林给外面化 这个需要澄清一下 但是楼上也去这个职务 你讲的很对 就是一个对西方社会感觉 很不友善的一个人 居然是管有些 这是一个讽刺挖苦 她的这个职务什么时候公布呢 最快也有几个月以后再公布 几个月以后 当然她什么时候接应也不知道 这个里面就是 说明了中国和法国的关系还可以 就是大家都还可以 就是有来有一个呢 法国也没有说一定去追杀这个罗沙耶 那么这个中国方面呢 也没有唱更多的调子 就尽量让她平淡地处理 这样的话呢 因为中国和法国关系 现在 习近平和马克林关系不错啊 你这个时候如果把这个罗沙耶搞得太难看了 其实也是给中国难看 所以给他这么一个富部级的 这么一个退休的职位 就是孤独孤独 罗沙耶这个战狼啊 按照加拿大的一位教授的话来讲 就是缺乏一个做外交官的基本上的品质 就是不具有外交官的资格 外交官有没有可能会表现战狼呢 也不只是中国有 但是你整天表现战狼 你就是有问题 在加拿大的时候 你的外交搞成这么乌云瘴气 对吧 曹整县的中国和加拿大的关系 还完全不能完全修复 既然有一些政治上的原因 跟罗大使的工作也有关系 那么他这一次在法国的媒体上讲话 是非常的不对体的 不对体的那个原因就是 你是个大使 不存在这个发表私人意见的空间 所以当后来外交部说 这是罗沙耶的个人意见 其实就是否定了他 其实就是否定了他 因为我们能说大使在外面讲话 他居然不代表中国 这是不可能的 等于就把他撇开了 这说明罗沙耶这次表演过渡 从学术来讲 这是可以探讨的 但是你作为官员来讲 是不可以这么说 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承认苏联崩溃之后的 这些加盟共和国的独立 国际地位 你要去挑战这个东西的话 那你就会去退翻 你不能因为这些国家今天批评中国 或者不赞成你某些立场 你就去把一个历史的东西给揪过起来 所以莫名其妙地增加了这个麻烦 本来欧洲和中国的关系就比较尴尬 在调整中间 对吧 有一个中国驻欧美的大使叫傅村 做了很多的工作 讲了很多的话跟媒体 反应都不错 他一样地代表中国政府 他没有违反中国政府什么东西 但他讲话的口语就不是那么 像一个战狼的形象 所以他这次去有些是一个讽刺 也证明有些这种机构根本就不重要了 你中国人民共和国庆的 跟全世界的国家都有正式的外交关系 你就正在办法通过外交来进行就可以了嘛 没必要再搞这种机构 这种机构就是完全是多余的 而且这种机构呢 就是有的时候还会坏事 你比如说最近一两天 就是中国驻韩国的大使 也是跃进了一个韩国在野党的最高领导人 一个党魁 于是造成了一个巨大的国际纠纷 而且呢 韩国外交部现在是非常义正言词地说 奉劝中国的大使啊 不要干涉他国内政 这个事情我们要另外做一个题目 下个星期我们看看有没有什么进展 如果有新的进展的话 我们单独讨论一下 这个事情跟罗沙也还不一样 不一样 不一样 就是因为韩国和中国的关系 法国和中国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关系 所以呢就是韩国的领导人 领寻月吧 也终于跳出来讲得很重 我认为是很不对体的 就是说这个事情 如果是外交官的这个纠纷 尽量地要压底去处理 没错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他会出现对政的报复 你对这个中国大使怎么样 中国大使 中国就会对你的去中国大使怎么样 对 所以一般来讲 彼此之间都应该尽量地压底这个处理 可制 因为当今世界就是和平为主调嘛 有些事情就是没有到一种战争的程度 你到了战争程度 你讲什么话 都无所谓 你比如说乌克兰批评俄罗斯 攻击俄罗斯 大家都不会讲话的 因为你是俄罗斯侵略了这个乌克兰 对吧 你韩国和中国的关系 你很难想象再来一次朝日战争 再来一次这个对立的状况 这一次卢沙也应该是第二次传出消息 他回中国了 因为五月份就传过一次了 但是相较而言呢 为什么各个媒体报道 就是说这一次相对来说是比较可信的 因为五月份那一次消息出来之后 中国的外交部马上在第一时间就回应假消息 但是这一次呢 外交部没有作声 中国官方没有任何的回避 或者说辟谣的信息 就是默认了 对 所以这一次很多这个网友啊 包括一些观察社就在分析 说这个卢沙也这一次回到中国 去友谐 跟之前中国另外一个外交部的一个发言人 去守边防 还是要好一点 对对对 当然他们俩的这个官员也不一样 级别不一样 对他是副部长 那个时候副司长 所以这一次卢沙也这样的一个召回 降格 会不会引发一个效应 就是中国的这些战狼们啊 将来在讲话的时候收敛一点 注意一点 我觉得不完全会 就是说 那绝大多数的外交官 包括是中国驻各个国家的外交官 和各个国家的外交官 多数绝大多数的情况之下 都是非常谨慎的 非常非常谨慎 战狼嘛 有时候也可以表现一下 哎 你对我欺负他厉害 或者我想故意表演一下 这是有的 但是你不能把战狼常态化 常态化就可怕了 对吧 中国不是常态化是集体化 集体化 这个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这就是中国现在在西方 受到越来越多批评和质疑的一个重要原因 因为西方的大众 西方的这个精英分子 一般直接接触中国的可能性很低 往往是通过新闻媒体 来了解中国 而了解媒体来讲 你谁讲一句话过分 大家都很热心于报道 管它好不好 对吧 而且越不好 大家越想报道 所以这个楼上也 媒体它是曝光了 但是造成的伤害是非常的严重 我相信这个战狼的事情会慢慢调整 会改变 就是说中国的强硬立场未必改变 但是中国的这种楼沙野的这种表现方式 应该会改变 首先这个新闻出来之后呢 可能很多人会关注 就是说中国官方今天这样来对待楼沙野 是不是代表习近平 因为过往我们看到中国官方对于战狼的这种表功啊 也是有的 比如说这个华春莹 在国际上也惹了很多麻烦 可以说是臭名昭著 可是居然升官了 所以在那段时期呢 国际媒体就分析说习近平很喜欢战狼 而且战狼外交啊就是习近平带头的 习近平下的令 OK 所以这次卢沙野这个事件啊 被这个召回去啊 这个降了等了 而且是放在个闲职上面来 可以说是对战狼呢敲打了一下 那这个敲打 我们刚才像您说的 这个战狼 这个态度应该不会改变 按照习近平今天这样一个态度来说 不会改变 是不是敲打了之后呢 就是告诉这些个战狼官员嘛 你们自己讲话的时候 战狼你该勇的时候 按照习近平讲的啊 你该勇的时候 该斗争的时候要斗争 在斗争的时候 你是不是自己也得先过过脑子 这个斗争会不会给习近平找麻烦 对 这些所谓的战狼表现比较激烈的人 都很难得到重用的 很难 以前的外交部在江泽民时候 在胡锦涛时候 也是有战狼的 也是厉害 并不是没有的 像外交部的副部长 当时何亚非 本来要去美国当大使 后来就没有来得了 就只去了日内网 那么就是没有当的身上去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表现战狼 因为你战狼走过分了以后 你把名声搞臭了 也是把中国形成搞臭 所以这样的人是不能被重用的 我觉得习近平 当然他有非常刚性的一方面 但是如果你表现过多了 名声臭掉了 你就是牺牲品 罗小雅这次某种意义上 他是一个牺牲品 他是习近平和马克林关系 哥们好的牺牲品 可能马克林不需要讲话 习近平要知道 这个人在我们法国不受欢迎 赶紧把他拆回去 这是他们的默契 我们的推测 一种面子 一种面子 并不代表习近平 这个战狼思维的改变 会可能有一些调整是可能的 但是基调不会改变 好 以上就是我们这期节目 根据卢沙也召回这个新闻 我们做出一些分析和分享 感谢各位的收看 昨天美国媒体《信实报》发表了一篇独家文章 引述三名消息人士的话说 美国正在对居住在台湾的侨民开始进行一个撤侨的计划 而且这个撤侨计划呢 目前说至少已经进行了六个月了 说这个过去两个月呢 是变得特别的紧凑 比较紧张的时候 而且还说呢 这个知情是说 说这个撤侨计划就是从去年的二月份 俄罗斯开始打乌克兰开始 美国政府就开始着手在台湾进行撤侨的计划 说这个主要是一个动因 也是一个主要的因素 但是白贡的这个科比呢 昨天也出来说 说这个计划呢 目前来说啊 根据香港的报道 在冲突地区 美国撤离美国公民 这样一个处置是美国非正常的一个政策 就是非美国的一个政策 安排常规政策 那么目前没有迹象表明 台湾这个阶段要改变这一政策 而且呢 美国国防部的发言人曼尔斯也说呢 他第一 他不愿意针对这个新闻本身来做个评判 第二 他就跟这个媒体说 他要重申的是 他目前不认为 就是国防部不认为 台海的冲突 现在处于迫在眉睫和不可避免的情况 所以目前应该说 白宫也好 国防部也好 对于这个新闻 是持的一个不认可的态度 也没有完全的否认这个计划的存在 但是目前来说 针对台湾的局势 没有必要 或者说没有迫在眉睫的必要 要撤侨 而国务院呢 没有做出回应 但是在三月份的时候呢 就这种撤侨的新闻啊 不光指今天 不光昨天才出来 三月份的时候 台湾媒体就报道过说 美国台台协会当时就发出了 通知侨民撤离的一个讯息 当时呢 是因为针对土耳其的地震灾后而发布的 是要提醒美国在台湾的侨民 要随时做好 就是平时要做好应对灾害的准备 并不是说当时 号召美国侨民就准备撤侨了 只是提醒他们 台湾是一个地震多发的一个地区 如果一旦发生地震 美国侨民应该做好这种相应的措施 而在五月份的时候也传出了这个信息 当时台湾正在举行汉光三九的演习 当时也是台湾媒体说 美方建议演习要纳入 如果开战了打仗的时候 要开通一个空中安全走廊 为撤离美国侨民来做准备 有这个项目 但是后来台湾国防部 在五月份的时候马上回应说 这个信息确实是有 但是内容跟撤侨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这只是一个信息而已 而且媒体发布的信息 跟当时美国在台协会的信息的文本 内容事实是不符的 美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 伟大的国家最重要的一个价值就是 保护自己的国民 自己的居民 在这一点方面来讲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应该比美国做的工作那么多 一方面呢 美国的敌人很多 第二是美国的侨民分布世界各地 它是个移民国家 它非常广 所以实际的麻烦非常之多 所以我记得 美国的国务卿 布林肯先生曾经讲过这个话 他到世界上很多地方 这个队子里面老是有一份名单 这份名单就是 一些被一些国家非法拘禁 或者是被判刑 被抓起来或者下落不明的 这个美国人的名单 我听了这句话是很感动的 如果我们看过电影 看过电视 或者看过很多新闻报道 我们都知道 美国国务院 为了这个保护自己的侨民 帮助自己的侨民 拆退实际上是他们的主要工作 主要工作 而且做得是非常的好 当然也是有一些问题 所谓非常好 就是说他们努力在做 所谓是有一些问题是 案件整治很复杂的 不同的案子 不同的国家 都会产生的这种情况 那现在针对这个拆敲新闻 我是趁向是真实的 所谓真实的就是 这是应该做的一个计划 虽然现在像美国国防部 美国的白宫所讲的 现在没有任何信息显示出来 这个仗马上在打了 好像马上打 也没有人说马上在打这个仗 但是也没有人说 这个战争一定不会发生 它是可以避免发生 但是确确实实 全世界的军事的冲突区 我们看非洲有苏丹 俄国 这个欧洲有俄罗斯 清掉武汉兰战争 那是另外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 就是台湾海峡 还有台湾 还有朝鲜半岛 还有南海 相比之下呢 台湾海峡变得比较严重 这个 朝鲜半岛也比较严重 所以针对 南朝鲜的 美国侨民和针对台湾的侨民 美国开始拟定预案 这是几乎都会想象是应该的 也就是非常正常的 而且不仅是美国很多国家也在拟定 对吧 很多国家都会考虑这点 包括东南亚的国家 所以我觉得是正常的 但是呢 这个里面的一些问题 就是复杂在什么地方呢 这个8万位美国的公民在台湾 但是这些公民呢 相当多的部分是台湾人 台湾人或者是中华民国人 他们愿不愿意战争发生的时候 我就马上走 而是绞心心地说我就不走 当年国军大撤退大陆的时候 有的人就不想走 留下来就要么就被正反了 要么就文革中间被抓去 几乎就是很难幸免 没被整的是很少 当然这一次共军打不打台湾 首先不知道 打了台湾以后 是不是真的是像50年代40年代那样 去收拾这些人 也不知道 很多的不确定的因素 但是我相信呢 要把8万人彻底出来 这是一个太简单太简单的事情 几乎是不可能 几乎是不可能 所以我觉得他们可能会分一些优先次数 所谓优先次数就是说 他们自己的人 就是所谓自己的人 就是政府 联邦政府 是最需要首先 首先要保护的 对吧 然后就是一些科技人员 相关的敏感人员 可能是相对来讲是最需要保护的 但是美国 我在社交媒体也看见过 就是说 如果你是个美国公民 你到哪个地方去旅行 请你来到美国国务院的 这个 这个 这个资讯窗口 去登记一下 移民有什么重要信息要发给你 不仅是战争 有可能是地震 有可能是什么东西 这个是我 我看了这样的文字 我都很感动 我觉得每一个国家 都应该做这样的事情 这个事情是 说明啊 这个台海 确确实实 有一些危险性 但是 这种危险性 最终会不会成为现实 那就要看台湾 老百姓自己的选择 然后看中国大陆 老百姓自己的选择 最近有一个民调显示出来 虽然不是说真正那么权威和可信 但是 还算专业 它大概要反映出来 中国大陆的老百姓 没有大家想象的那样 去支持去攻打台湾 我相信到了21世纪今天 像俄罗斯这么愚蠢的 粗暴的去清掉乌克兰 搞成这么一个烂摊子 搞成这么一个 这么大的一个灾难 中国领导人应该想一想 应该想一想 所以我不希望这个事情发生 我们十年以后 二十年以后 看见了消息 他没有实行过 没有实行过真正的拆敲 那就非常好 其实这一次台湾国防部也说呢 特别强调 五月份的时候特别强调 说目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有这个撤销的演习 他只是说演习没有 但是他并没有说是没有计划 就像美国这一次也是讲的 包括这个媒体报道说 其实美国内部在六个月之前 已经在计划了 但是相信不光这六个月之前 更早的可能 而且白宫的这个回复呢 很有意思 他说冲突地区撤离美国公民 并非美国常规政策 那么也就是说 这种政策的制定 并不是常规的 但是按照这个推理来说 就是说 行动非常规 计划是常规 对对对对 我觉得你掌握得非常对 就是这个 他并没有这个计划 计划也在发生的时候才能用 对 因为我们平时在地震也好 发生一些巨大的公共危机事件也好 卫生事件也好 美国撤离全世界都会有的 所以这种计划 美国一直都会有 而且是一个美国政府的一个既定的计划 对于公民的保护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 只是说这种行动没有 这是白宫的解释 就是目前没有这个行动 而这个行动没有 那当然 第一个就是说 像您刚才分析的 这么大一个规模行动的部署 它是一个很长的周期 第二个呢 它要根据具体的台海之间的这个危机情况来判定 他如果不是到了那种特别危机的情况的时候 这种行动也不会存在 对 而且美国作为全世界的这样一个最具影响力的国家 如果美国开始撤侨了 你想 全世界其他国家还有可能不撤侨 对对对 是的 所以这个事件对于我们的观察 就是说 像刚才我们在分析当中讲的 这种计划一定是存在的 不光是美国存在 像很多的国家都会存在 尤其是越重视自己公民的 越重视人的这种国家 它都会很存在 所以这种行动的出现和发生 别说今天没有发生 其实我们也不希望它发生 对 因为这种情况一旦发生 就证明台海已经是一个很危机的情况了 对 这是所有人都不愿意看见的 不光只是美国人不愿意看到 欧洲人不愿意看到 台湾人更不愿意看到 中国大陆人也不愿意看到 对 是的 好 以上就是我们这期节目跟大家分享的细细 感谢各位的收看 习近平在六月份初的时候 七八号的时候 在中国的内蒙进行一个调研 在调研当中 中共的官方也发了很多的长篇报道 而且习近平还特别开了一个座谈会 这个座谈会的内容 主要是针对三北防护灵体系 在这一次座谈会当中 习近平就说了一个数字 说2021年到2030年 是关键的时期 在这个时期一定要把三北防护灵的 这个巩固拓展防杀工程 要把它作为一种弓箭期 来好好的来运作 在这个时期是个关键期 于是就是这十年的关键期 就变成军民各大媒体 开始在猜测的一个时期了 是不是就预示着习近平 说出了这十年就证明 他最少他要干满这十年 因为有媒体分析说呢 说习近平年过往 说他前十年的功绩如何 前十年的干了什么事 很多 但是说后十年 这是第一次出现 也就是说现在习近平已经卯足了劲 最起码这十年他要干满 我很舍看中国的媒体报道 我也跟你在节目里面讨论过 就是说从心理和生理都没办法接受中国的那个表述方式 但是呢我看到这个 这段时间我吃惊 最开始出现在明镜火拍的频道 约各先生的节目中间 我吓一跳 怎么吃干十年 后来看了他的报道和解释 我觉得是相当有道理的 相当有道理 习近平打破中国的法律原理的规定 让国家主席进行连任 遭到海外非常多年内的批评 在中国国内也有不少人 私底下也是批评的很厉害 因为文化大革命最大的一个教训就是终生制 终生制的缺点就是大家都只拍他马屁 然后这个领导人他脑子有毛病 那就跟到一起一辈子毛病 等到他死掉 对吗 矛盾中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所以实行任期这是一个现代文明国家的一个规则 所以他这一次引起很大的反弹 我的思考跟很多朋友思考有一些差别 有一些差别就是 我觉得实际上习近平在进行连任的时候 把这个原来的一个机构进行了统合 就是原来的是党的总书记 和中央中委主席是没有任期限制的 就从他的所谓的中国的法律 对 国家主席是有任期限制 所以习近平他大可以当太上皇 或者是他当总书记 或者是当军委主席 正像平一样的 别人当一个国家主席 让国家主席完全庶民化 他不是变成一个真实的事情 那习近平要把这个国家主席的连任 跟中央中委主席和总书记合一呢 反映了他可能隐藏一种心思 这种心思就在某个时间 是不是要把国家主席给实权化 实权不是一个庶民 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第二个是说 作为国家元首 他基本上跟台湾也差不多 台湾是党的主席 一般来讲就是总统 除了特殊情况以外 那自然在任何国家 他几乎都是国家领导人 就是军队的最高统帅 所以他要完成这么一个过程 但是问题就在于 他修改以后 完全没有任期 这也是令人恐慌的 如果你说我们可以连任两次 对吧 或者连任三次 大家也有个盼头 如果你真不好 我们就休息到别的地方 待一段时间再回来 你下台我再回来 你这完全不告诉大家 有些人不喜欢习近平的人 非常绝望 非常多的对习近平的批评 所以很多人就说习近平会终身制 我曾经记得这几年以前 在华尔街日报 还是哪个西方媒里面 看到一句话 这句话就是习近平解释这个事情的时候 他有一个说法 就是跟老外聊天的时候 他说他不会终身制 他说他不会终身制 我相信这是真心话 就是说人不可能蠢得 要终身都干这个谎天 那你到了那个时候太难受了 所以他基本上应该是在 这个生命结束之前 把这个班子给交代出来 但是这是个最简单最简单的事情 怎么建立一个权力的交代机制 是所有的国家里面最大的事情 就是这个了 民主社会选举 是大家政治上最亢奋的时期 最分裂 最容易尊重的时期 那专制社会是最容易崩溃 它最容易党内 或者是国家 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那习近平怎么在民主制度和专制制度之间 有没有找到他新的权力的机制 我觉得是很值得讨论那个话题 当然干八十岁吧 就还有十年 十年对于很多人讲这有盼头了 因为很多人是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九十年代 来生的 不喜欢习近平的人 算一算已经过去了一年了 看到出头之后 还有九年 而且我觉得八十岁也差不多了 所以咱们以后设定一个目标 就认定习近平是十年 就开始盗索 如果不喜欢习近平的人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厉害的观察 明镜火拍这个节目很受欢迎 八十岁下台 八十岁下台 倒计时 因为已经过了几个月了吧 对 已经过了蛮久了 但是习近平在下台之前 应该在政治体制上有些动作 这种政治体制是更巩固党的独裁 还是巩固个人独裁 还是说带上一种新型的政治体制的特征 我觉得各种可能性都存在 我从来不否定 就是说简单的说习近平未来就不会做好事情 你要堵住所有的路 他就真的该发事情了 还是希望他干点好事 但是最近那个华尔街日报的一个记者 叫王春翰呢 他有本书叫《一党专政》 当中呢他特别分析 一人之党 说习近平目前啊 他不是说习近平 他说在习近平治下的中国 未来面临着几个特别重大的危机 第一个就是政府瘫痪 第二个就是派系的斗争 第三个就是军队安全部门的干预 还有就是长期的不稳定 当然他这个判断呢 是基于习近平 现在没有任何迹象 他到底找谁接班 他到底干到多久 目前这个十年还是十年之后 他还继续干 就是现在习近平没有给出任何具体的信息 但是十年是目前分析出来的 有可能最有可能的信息 所以呢就导致中共的高官啊 现在像您跟他讲呢 很多都危机感 惧怕 不知道一个人能干到多久 第二个呢 绝望 所以很多绝望之后呢 目前有一个 咱也不能说是谣言 因为也没有证实啊 说是有中共的神秘高官 这个级别非常高的高官 已经叛逃了 到了美国了 有人在猜测 他到底是王叉山 还是王某宁啊 但这两个人呢 因为最近一段时日 在中国的媒体上呢 露面的少 尤其是王沪宁露面的少 所以有人会猜测这两个人 但是也有说呢 这两个人目前按照他们在中共当中的级别 不大可能 所以有可能这个意志的 或者说还在神秘隐藏的 已经叛逃的中共高官呢 级别不比他们俩低 或者说跟他们俩差不多的级别 而且还说啊 有眉有眼的啊 说他带来非常要命的 能够把中共给一锤锤死的 这个要命的实锤 还说呢 目前这个美国啊 包括西方国家一系列联手 对于中共的围堵围打呀 跟他相关的信息是离不开的 所以不知道 您怎么看待这个神秘的 中国高层的叛逃 这个因为没有任何的权威消息来源 这是网上这么一说 所以我们不能认真去看待这个事情 在冷战时候 在这个中国改革开放的一段时间 尤其是六四之后 确实发生过一些高干的叛逃 那么之前文革的时候发生过林彪叛逃 对吧 那已经是真的是震惊世界的大事情 因为那是老毛的接班人 那么后来的这个叛逃呢 就是有的是成功了 有的比如说这个余正生的哥 兄弟吧 好像是哥吧 余昌生 就是他级别不是很高 但是他很重要很关键 还有一个是国防部 还是总参的一个美大司的司长 徐宗平在哈佛大学读书的时候也叛逃了 那么还有一些高级官员 有一些人我是有所接触 有所了解 我觉得现在叛逃越来越不太可能 一个是方面呢 中国现在控制得非常的厉害 第二个呢 大家从历史看起来 叛逃一般都没有什么好下场 不是说对方把你当成一个人物来看待 你看当年老蒋干的很蠢的一个事情 我看起来没有重用叛途 很多叛途没有重用 所以很多人就没有希望 没有希望 如果你老蒋给当年张国陶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也许老蒋不会输得那么惨 很多共产党就应该奔走过来 但是现在不是这样 现在这个时代 大家并不是那么鼓励叛逃 以前呢一个共军 或者是什么 跑到台湾去台湾还是黄金多少两 给你一个什么什么东西 现在台湾不欢迎这个东西 大陆也不欢迎 美国也没有说欢迎中共叛逃 没有 没有 所以这个叛逃没有什么他的希望 所以这种可能性非常之低 但是我跟你一讲呢 现在还有 中共两位高层人是叛逃 这是完全得到证实的 一位是中共中央委员 一位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叛逃了 中共一直在寻找他们的下落 现在这两个人才能没有露面 也不知道在哪里 让我们的观众插一插 他们两个人是谁 有点可以插得到 一个是中央候补委员 一个是中央委员 那是硬证可以逃跑的 至于王富宁或者王岐山 那几乎不可能 而且像现在中共的高层来说的话 如果是级别很高的高层 第一他年纪一定很大 年纪那么大 他有没有叛逃的必要性 而且像他们这个级别的官员 他的子女早就不在中国了 所以他叛逃来说 对于他的后代 不是一种好处 反而会带来很多的危险和危机 第二个年轻的官员 他没必要叛逃 而且中国除非把你搞到秦城去 一般你想说这个待遇简直好得不得了 对啊 比美国的总统待遇还高 美国的总统只有一个安全保护 其实在经济收入啊 生活腐败方面 那根本就是 中国一个政治局委员 就跟一个很多国家的皇帝或者是总统 待遇还高 所以一般来讲这种可能性很低 网上现在是一个非常混乱的一个时代 所以大家讲一讲 乐一乐 谈一谈 如此而已 这反映出来就是互联网上 就是大家的心态 还是希望就是中共 这个池子里面越乱越好 怎么乱子怎么来 并且带来要命的信息 这个要命的信息啊 今天这个互联网上讲啊 是对中共的要命的石垂 其实如果要更吸引人的话 你直接说对习近平要命的石垂 可能会更吸引人 对啊 因为现在对于习近平来说的话 他的继任者危机啊 也是这个国际媒体分析人士 闹得沸沸扬扬扬的 但是目前就习近平来说 您认为他这个继任者 您觉得他现在有没有在着手 准备他的继任者 我相信他的脑子的是有名单的 我也相信中共内部是有规划的 有安排的 但是最好确定 那还有很多的变速 对 其实这个习近平的继任者呢 第一个他一定要有一个非常具体的绸缪 到底选谁 第二个呢 公布的时间一定不会太早 就是习近平如果真正把这个人提出来 那就证明习近平已经准备好要下了 对 否则的话他不会把自己第一摆在危险的位置上 因为 中共的这个继任者啊 储君出来之后 一定不是说他会主动拉帮结派 会有一群人会有意识的往他靠拢 这是个很正常的现象 对 所以习近平既要保护自己的安全 同时呢 他对他的继任者也会有一定的保护机制 对 是的 以上就是我们这期节目跟大家分享的信息 感谢各位的收看 这两天在互联网上有一段视频 闹得很火 说是有百位红二代一起大百亿宴席 大唱红歌 唱的就是东方红 有人就在意测 说这些红二代聚集在一起 来唱歌啊 来表达的心声 只有一点 就是对习近平的不满 觉得习近平这些年 对他们红二代没有干什么好事 没有为他们谋福祉 而且习近平这些年 对于红二代来说 是越来越大的一个危机 抓了很多的红二代 对红二代各种不好 所以红二代这一次要集体出来 而且说呢 这个在疫情之前 红二代经常聚会 疫情的时候呢 管得很严 别说红二代不能聚会了 所有人都不能聚会 疫情放开之后呢 红二代要卯足了劲 把这三年当中 对习近平的各种不满 在聚会当中 来表现出来 来发泄出来 您怎么看呢 我因为没有看这个视频 但是我看到了 明镜伙伴有这么一个节目 我准备去看 到底是他们在讲什么 我不知道他们 是不是真的批评习近平 或者是赞扬习近平 我真的不知道 你觉得他们是在批评习近平 因为整个视频当中 并没有他们发言的声音 全部是他们唱歌 唱歌吧 现在是老人们聚在一起 最能够找到过敏的一点 就是唱歌 为什么出现街道上的一些老大妈唱歌 以前我也觉得烦 哎呀老大妈 你们在街上唱歌多丢脸了 后来我觉得也正常 你说这个老头老太太在家里面天天呆得也难受 对吧 在外面唱唱歌跳到舞 大家聊一聊 但是一唱歌他们就唱革命歌曲 这是很多人反感的地方 有的人就怎么怎么样 其实我也理解 你去想一想 他们生活的那个年代啊 就是唱革命歌曲的年代 那天天唱啊 月月唱啊 谁都唱成神经病了 这个神经病啊 他造成的这种伤害啊 或者记忆啊 是很难拉掉的 哪怕你对共产党后来反抗 或者讨厌共产党 但是你真正回头 哼哼哼哼哼的搞一个什么事情 你发现那个革命歌曲 大家罪 罪你找到共鸣 所以有时候唱这个歌啊 他真的还不一定是表达什么意识形态 就是因为大家记得 然后有一种激情 尤其人到了年龄之后 在年轻时候 干的那些荒唐的事情 荒唐的年代 会淡化他的丑陋 而留下一些 就是说 好像我们这个上上下下降很苦 但是我们当时很有激情 其实那个时候想尽办法 不要去 想尽办法 留在城里面 或者到了下面想尽办法回去 大家都忘记了那些东西了 只留下了一个激情的岁月 我觉得红二代对习近平的讨厌 也可能是真的 因为红二代很多人的 红二代的一些级别比习近平高 对吧 习近平能不能命命之道 都去照顾他们 有些人反感是真的 但是有些人呢 也支持习近平 也可能是真的 虽然你习近平不理我们 但是我们毕竟你是红二代嘛 对吧 而且我死掉了 或者是谁死掉了 你身高花圈 习近平胜和习近平的弟弟胜 对吧 或者是习家胜 那感觉不一样 我一般的判断可能性不大 就是说大家公开的表达 对习近平的不满的可能性很小很小 而且这些人 红二代很多人也没有什么政治脑子 真正关心政治的没几个 老毛的时候 在四十年代五十年代 有一个很有远见的 这个动作 不一定是老毛啊 包括这样一代的人 什么动作呢 他们很少叫自己的子女读文科 基本上都是读理工科 这个很有远见 老毛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把大学啊 基本上砸个稀巴烂 后来有人说还是要恢复一些 老毛就说 先恢复理工科 先恢复理工科 老毛死了以后 大家要读大学啊 读这些专业 那么有一句话 学好素理化 走遍天下 都不怕 就是中共自己知道啊 就是说自己这个职业 政客这个职业 是非常无耻的 很没有含金量 没有技术 或者叫没有技术含量的一个东西 所以培养了一批高冠子弟 实际上是 有的早期是刘苏 后来是读哈军工 你知道哈军工吗 哈军工学院嘛 哈军工大学 后来叫长沙的国康科技大学 文贵的时候叫长沙工学院 那各个地方的军事院校 很多的干部子弟 就读的军事院校集中 主要是读理工科为主 那读了理工科吧 好处就是有了一个科学的思维 有了一个标准的思维 但它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 他们在政治生活中间也是回避的 除了个别人升官 升到了一定的级别 但是很多的干部子弟 其实并不是在政坛上认为一个政客 而是到了一个什么程度 你是刘苏的 你是哈军工的 或者是你是什么 然后慢慢给你一个级别 红二代并不一定比其他的平民百姓 就升得更高 我是讲从一般意义来讲 所以这批人呢 我的交谈下来 有的人是有一点政治基因 毕竟父母是搞政治的嘛 但是自己本人对政治没有那么大的兴趣 他们也相对来讲比较谨慎 文化大革命他们很谨慎 文革之后他们也比较谨慎 那今天难道他们就突然跳出来反习了 反习了地了 不太可能 不太可能 因为他们这些人按照中国的话来说 比较正统 他对父母的权力完全来助党 对吧 党什么时候给你的父亲开一个诞成多少周年 党是不是批准你的父母搞一个灵园 搞一个景仪堂 是不是根据你父母的故事拍个什么电视剧 拍个什么纪录片 搞个什么合同 那都是要中央批啊 对 你这个时候得罪习 那你不找死吧 你不是找自己难受吗 所以我认为反国很少 心底下不满的人可能很多 那谁都对皇帝不满 但是也没几个人敢讲出来 对吧 那美国是敢讲出来 这是美国所以成为一个全世界最有吸引力的国家 像我这样的人 你这样的人 我们到美国最大的就是自由嘛 对吧 并不是说这个地方吃得更好 对吧 或者是朋友更好 也不是这样的 就是一个言论自由 但是在中国的一个体制下 它最大的特点是没有言论自由 对 因为有危险了 对吧 那会惩罚你 所以我觉得红二代心里面 你可以揣测他们是复杂的 多元的 有喜欢习近平的 有支持习近平的 有反感习近平 但是从整体来讲 除了反习近平 我认为不可能 对 像您刚才说的 就是说这批红二代啊 他经历过了漫长的中国的这个 就是中共统治的历史时期 这种残酷的权力斗争 没错 那种中共过往的那种残酷的权力斗争啊 那种残酷的那种迫害啊 那种压迫啊 那种没有人性的一种压迫 他们都经历过 切身体会过 害怕过恐惧过 甚至被整过 所以对他们来说 今天他们依然算是一个就是 红色集团的既得利益者 他们有今天这样的晚年 能够在一起聚合餐 唱唱歌 其实就是按照他们来说 那就是党的硬币 所以对他们来说 今天没有必要在这个时候 还来公开的跟习近平来叫嚣 或者说明目张胆的反习 这是对他们自己没有好处 尤其是对他们的子女更没好处 因为他们的子女啊 多多少少在中国 也是各个机关各个部门里面的人 对 是的 所以这种议测呢 只能说我们 只能议测出 他们在这个歌声当中啊 可能有对习近平的不满 有某种情绪是可能 情绪上的发泄 但是他们并没有那种完全 对 吃饭的时候 大家叫啊 习近平 你可以一个动作表现 就是他呀 哎 叹口气 哈哈 一切尽在不严重 对吧 所以多数的情况之下 应该有基本上的政治感觉 连这个表态都不太会 因为大家谁都知道你旁边跟你倒茶的人 是不是会灭爆你啊 没错 你旁边那些小兄弟 你的小姐妹 对吧 什么这个元帅的孩子 那个什么将军的孩子 也许他就是探子 对 所以我觉得 中共高层到了一定级别之后 他有党性 基本上没有人性 党性就是 就是不要讲话 对 就是讲话慎重 对 你比如说有党性 就是现在在中国你大学里面当老师 你讲话都得特别慎重 你不知道哪句话 被哪个学生录音录下来 就把你给举报了 对 所以在中国来说 这么多年下来 就是说每个人啊 在意识当中都有一根弦 就是说话的时候 一定要先思考 尤其是你说的话语当中 触及到 这个不能说的红线的信息的时候 你一定要特别的去谨慎 用词用语 表情都得特别注意 是的 所以这是这么多年中共的高压之后呢 将民众驯化成为了这样一种高压机器 对 每个人都有自我审查能力 所以我觉得叫政治机器人 对 都不像一个正常的人 对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信息的时候呢 觉得很可笑 但是也会觉得就是说 确实为什么他们只能唱这些歌呢 因为在他们的记忆当中 他们只会唱这些歌 对 是的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这期节目跟大家分享的信息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谢谢